仔细看这个后裔 他七分钟就拿了34个人头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首先备战好这一套出装和命丸 后面开局他并没有选择射手路 而是走向了敌人的蓝buff野区 碰见了敌方的点尾 二话没说 先对着点尾来了一个二技能 打到了空气 但是后裔一路追杀 一下五出二拿下第一滴血 后面貂蝉过来支援 直接跳着舞就打了 旁边的小菜鸡一看 他在这情况他也不上 上市也是个送啊 那后裔就清理蓝buff了 这时候对面可能安排小菜鸡了 过来骚扰了一下 后面点尾也来了 又被秒杀 小菜鸡在旁边也躺着中枪了 龙击思汗一过来 一个照面他就没了 我的天 此时的后裔呢 也是非常的兴奋 看见谁越他也在射两下 随后他又跑到了对面的野区 此时他又看见了点尾 这是逮着点尾 一个人可真的好啊 开第一技能三下五出 又把他给弄死了 旁边的貂蝉又倒下了 只剩下小菜鸡 他能跑得掉吗 又是一个三连决胜 这时候的比赛 两分钟不到 都已经八个人投了 兄弟们 接着后裔回来 清理兵线 鞭尾过来 一个大招 一个二技能 他就立马弹血了 我的天 传过来 一个照面 越他把他强赶了 我的天 接下来继续清理兵线 这时候后裔又动起了 他那婉转的小脑筋 又来到了防御塔的侧面 想攻击蔡文鸡 但是 扭头一看 对面的人员全来了 此时 他已经被包围了 一个二技能还打了个空气 但是他丝毫的不夸 站在人穷的中央 三下五出 又来了一个三连决胜 十三个人头了 兄弟们 现在的后裔 也变得傲娇了起来 蓝buff他就不要了 又想着回了中路 清理兵线 推防御塔 对面的人员过来 他跃个塔 杀个人 即便是对面的人员又把他包围 他依旧是不慌不忙 一下一下的把对面的人员全赶了 然后回到塔下 继续清理兵线 嚣张啊 兄弟们 可是这些兵线呀 他老是不给力 他回来推塔的时候 老是没有兵线 我想这后裔 心里面野怪脑袋 我拿野怪撒了个气 这才又回去推塔 对面的人员又来了 而是一样的配方 一样的套路 貂蚕 成吉思汗 还有这个小菜 第一头子 扒回了 就是屡教不改呀 非要靠近我们的后裔 终于 猪八盖来了 上路的猪八盖 你终于舍得下来了 但是后裔 他的这个伤害 猪八盖也挡不住啊 顺便还把点尾给收拾了 我操 现在对面的大部队又复活了 而现在此时 他们才四级啊 这后裔已经六级了 他们怎么打 他们怎么可能打得过呢 不出意外 不出所料的 后裔又 三连决胜了 大乔 此时对面的猪八盖来了 后裔能否拿下五杀呢 兄弟们 啪啪啪 几件过去 只可惜没连上 又是一个二连击破 可惜了 四分钟 蓝方总共他拿了26个人头 而后裔一个人就拿了24个 这是什么数据啊 兄弟们 你们也赶紧去试试这套出装吧 imper方便 谢谢大家